今天播放一些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 你問我真的叫音樂的歌 當時Healthy Metal 英國有三支樂隊很出名 其中一對就是Deep Purple 另外兩對 下次也會播放 大家猜猜 尤其是我也想選擇 他們同一個年份的歌 How is the Small Underwater 這些全部都是Deep Purple 當然其實Deep Purple 大家留意 他應該前兩個星期 還有新歌 有些人說 沒有了Vitchy Blackmore的結他手 已經是沒有了以前的靈魂 但其實現在Deep Purple 還是很棒 如果大家有機會 都可以搜尋一下他的新歌 還是很好聽 煙姐的主音那把聲 真是很突出 好 今天這節又會說什麼呢 在這節講主題之前 大家在我的Check Room 有一個網友 你看到他的照片 空肌很大 也有很多朱古力很大 他叫做緝實後平凡中佬 他昨天在我的Check Room下留言 他是我們的路友記 都見過真人 他說他最近在他的台上 有些新嘗試 唱一下歌 所以大家有機會 都可以訂閱他的頻道 我經常都說 我們自己網友的頻道 例如Anson等等 其實我們自己的頻道都很多 大家都可以 首先 看回那裏 七十後平凡中佬七零 就是阿拉伯數目次 可以訂閱這位網友的他頻道 大家可以支持一下 我們自己有開的頻道 他說有新嘗試唱歌 坦白說 我還沒聽他唱歌 不知道好不好聽 但怎樣也好 自己也訂閱了 先支持了 看看他有些甚麼新搞作 七十後平凡中佬 這一節他會說些甚麼 下一節會是昨天 最後那節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十三妹 和Serva 即大媽 喜歡穿著 是否叫畫服 拍照 上次都上來做嘉賓 有在社真做封面 他是媽女 跟我妹妹一起去拍照 大媽 跟十三妹 我 肥歷 俊仔 俊一一位 很神秘的路友記 就去了Jason的健身室 大家玩一下遊戲 昨天就是第一回合 玩這個雷神祥 雷神祥 之前都見到一個很出色的YouTube頻道 去了地盤附近 找一些地盤哥哥 一分鐘 十二點五KG 然後就有五百元 都不容易 我們就 稍為女仔又會輕些 我們男仔就十幾KG等等 昨天就玩出第一回合 今天會有第二回合 就是大陸直播 希望大家 都會喜歡 我們嘗試拍一些外景 多一些新嘗試 這一節 他會做些甚麼 這一節 會介紹 看政日本由東北之旅 最後一集 之前那三集 就介紹了東北三大祭典 由秋田 江登祭 介紹秋田的美女 再去到清深水魔祭 再介紹清深院 不同地方 比如雲前等水魔祭 有甚麼分別 再去到仙台 七直祭 今日就說 去到東北宮城縣那邊 當然要看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島 好 松島 最初的當時它是天陰陰 其實重島是非常漂亮的 好 先去一下他的照片 啤梨就找Victor來講 就是窮途萬里行 我就講講日本 日本三景重島 譬如可以去一下裡面有不少東西 寺廟等等 很漂亮 很多東西看 甚至有伊達正宗的小館很多東西看 重島 其實跟天橋立京都一樣 你去不同的地方看 他的角度不同 都會有不同的名字 譬如一個叫藏官 要去到東重島市 一個叫禮官 要去到重島町 再去到邱官 即邱靈過邱 七分町 多汶山委官 亦都是重島町 這個是最多遊客去的 去到重島町 那裏都可以搭船 重島町 當然大家都很認知 好了 這個重島的景色 當時幾年前 手機拍一些想不算太美 天陰一些 但其實重島景色很美 很美 所以被人 以為日本有二百多個島嶼 你看到嗎 其實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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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島 我去過 連重尾巴昭 日本很出名的詩人 那時候在哪裏呢 應該三重那邊 都去到重尾巴昭的博物館 日本很出名的詩人 都有作過一些詩 重島 重島裡面一定會啟 三橋 三島 當然有少少地方是要付錢的 大部份 例如你走一些橋 一些島 有些是免費 當然可以搭船 有多漂亮 那些樹 你走一下那些橋 你只是重島 你都可以玩一整天 最壞的那天 最壞的那天 只是比較天陰 好漂亮 好處就是 從島你去 不算很多講普通話 甚至廣東話遊客不算多 它的比例都是日本人 雖然從島出名 但日本人也算多 我們再看 講食物 去到有一個魚市場 裡面都有一些 我先說這個 這個是魚市場 可以醫飽肚之外 魚市場 你可以買海鮮 你看到有些貝殼類 有些蠔 你知工程院的蠔很有名 這裏是它的拉麵 這裏是它的 有些鮑魚船 那些其番 還有很多當地的料 做的醬汁 海鮮 魚的罐頭 這個是海鮮湯的拉麵 有些海鮮 豬骨等等 好正的 你看到有壽司 魚山飯 你問我去魚市場吃 都是不錯 價錢一定不貴 還有它的湯 湯好像下了一些蠔 還有一些串燒 有些蠔燒 去到那邊 一定要吃蠔 有網友 他上年九月最一站 都是他從島 好 他繼續 去到從島 都有一些紙可以看 譬如玄通院 甚至這個 衰鹽紙 衰鹽紙 雖然很早 九世紀已經有了 甚至去到 炎昌的時代 再去到 戰國的時代 伊達正宗 將他重建 成為了 我們現在認知的 衰鹽紙 伊達家族都在參拜 衰鹽紙都是很漂亮 很漂亮 甚至裏面 伊達正宗 他十九歲的兒子光宗 其實十九歲已經死亡 所以裏面都有 供奉著光宗 裡面 你可以見到他的樹 你見不見到 這個就是褐龍梅 有紅有白的褐龍梅 褐龍梅 大家說的名字這麼熟 Lawrence買的酒 也有一種牌子 叫做褐龍梅 他的梅樹 最壞的時候 不是梅花盛開的季節 但本身也很壯觀 你看那些景的樹 再加上環境 衰鹽紙 這裏就是以前的人 穿草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穿 裏面都有 蟲島衰鹽紙 那些路 這個應該是地藏菩薩 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都走 很靚 很靚 好了 再去到 在蟲島那邊 一個就叫做 伊達正宗博物館 或者叫做歷史館 裏面就有很多蠟像 甚至介紹六澳的鬼人館 六澳指什麼地方 即現在日本 比如公成縣 剛才說了 褐龍就公成縣 福島縣 岩手縣 青森縣 即是東北 其中這四個縣 裏面都有當地出名的人 那些蠟像 這些就是伊達正宗的規格 以前來想想 那些戰士的規格 好了 伊達正宗的蠟像 這裏就是 剛才說了 在下面那一層 六澳委人館 好多蠟像 應該都成五十幾六十個 其中 左邊第二個 頭髮有些凌亂 有些凌亂的 很出名 太左治 太左治 好 然後 這個也是日本東北 公澤營治 這裏上次都介紹過 當地 在上個世紀 甚至被譽為外國的歌手 東海林太郎 然後 上一層 伊達正宗 歷史館 都講了很多伊達正宗的新評 甚至是否都有大和劇 好像都有拍過 還是怎樣 你看到 例如數目指三 去第三格 去怎樣怎樣怎樣 當然 如果你晚上 留在那裏 可能你會有點害怕 你看到這個小孩 就是伊達正宗 因為他小時候有天花 右眼就已經失明了 所以讀眼龍正宗 人水橋合戰 和伊達正宗 其中一場最出色的戰士 伊達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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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繼續有很多立書 他做得都仔細 所以只看得到 都會有排底 你知道伊達正宗 後來都有一些 比較西化 所以你看到 由西方來的人 有時候有傳教 這裏介紹了 日本三景 譬如你去港島那邊 即是宮島 去看海上的鳥居 天橋立 即是京都 和重島 伊達正宗 伊達正宗就是戰國的年代 他戰國年代 也算比較後些 不是最早的 例如當地的手信 也去買一些伊達正宗 好了 這裏就回到秋田那邊 去郭館 郭館那個鐵路站 郭館看甚麼呢 日本有幾個地方 保存著以前那些 母家父 即以前的母將 他們和家人住的地方 那裏算保持得比較好 所以都叫做六澳小京都 有小京都之名 裏面都保留了 譬如青樓家 銀橋家 重本家 何元田家等等 即幾個 沒有家族的 以前的家 即生活的地方 譬如這裏 要整個地圖看 哪裏擺米 哪裏擺書等等 這裏以前那些書籍 即很多東西看 譬如這裏郭館 我又很推薦大家去 在這個秋田縣千筆市 以前都是他們的哪裏 即是他們的娛樂 擺東西 那些鬼 擺食物等等 會玩 他們玩甚麼呢 其實你看到他很美 真是他很美 以前人家家那些擺設 季節、岩橋家、指定的歷史遺跡 那裏都可以逛半天 逐個沒有到家去參觀 你知道日本後來也有火槍嗎? 大家看看最後沒有事 最後沒有事,我印象在基路城那邊也有取景 當然基路城就不是這邊 基路城就是本州西邊少少 再去到後來比較近代少少 那些兵將那些制服 甚至你看到西方的文化 有些文化的湧入 開始有些西方的 可能播放一些歌 西方的食品 醬 亦都有日本傳統那些 不同的畫策、書籍 很多東西看 你看到嗎? 碟子 黑膠碟 人形 即是日本的公仔 以前的照片 好看這些照片 我都很喜歡 艷陽 艷陽館 艷陽館 好 繼續 坑渠過去日本永遠很漂亮 以前日本的女士 令到大家有甚麼幻想 好,去到國館那邊 親自當地 親自當地去介紹 日本三大雞 有這個 三大雞 有這個 如果大家吃得最多 最多 應該是六兒島的鬥雞 然後明古屋的膠刺雞 或者明古屋的土雞 你叫做 去東北 比來的地雞 當地比來的地雞 其實都非常出名 甚至 北部三大雞 亦都有 金白雞 姓梁雞 還有這隻 秋田的比來地雞 這個就是咖哩雞 日本咖哩雞 那些雞也挺好吃的 那些雞是甚麼 不是軟滑滑 我們吃雪藏的那些雞 是真的比較咬口 彈一點 做親自當就一流 那些彈 真的特別不同 我吃過比來地雞做的 親自當 吃過 明古屋土雞做的親自當 是特別不同一點 好吃的 和你平時吃的雞 完全不同 這個是否雞皮 還有雞肉腸 當然去到不同地方 喝一下它當地的酒 這裡就說 它們自己養的 各本自己養的蜜酒 男人當然是喝蜜酒 上次也介紹了 去到秋田一定要吃 稻亭烏冬 秋田的烏冬 和比來地雞都非常出名 這裡一餐都吃完了 再去到哪裏呢 九寶田成職 九寶田成 都在秋田市那裏 左竹家 大家可能會記得 戰國時代 左竹二孫 左竹二孫 也跟伊達正宗有關 當然是 她老母 就是伊達正宗 女子和伊達正宗 不知道是姐姐 還是妹 伊達正宗 就是伊達正宗的阿爺 所以伊達正宗生的女子 就是伊達正宗的姐姐 或者妹 然後就是佐祝兒孫的媽媽 佐祝家 九寶田成 現在只有這些成績 不過 都很漂亮 你看到這些環境 很漂亮 去日本 人家的保育 環境 就是和你收拾那些樹 就是不會這樣 劈起那裏 然後就破壞它 然後寫什麼 到此它一遊 不是日本完全沒有 但相比之下 真的會少些 人家的保育 真的好很多 秋田成都是日本 一百大名城之一 這裏以前就是黑門 你說多漂亮 原來我的手機拍得這麼嚴重 對 荷花 但都可以拍到它這麼漂亮 這裏就暗些了 不好意思 好了 佐祝士 九寶田成裏面 都有這些小博物館 介紹一下 例如歷代那些城主的歷史 藩主等等 佐祝兒孫 佐祝兒孫 嗯 他們見到了 佐祝家 這是在上面望的風景 這裏就是以前的城 其實是怎樣的 有些小模型 好了 再到上次我說 應該在秋田屋 我記錯 晚上吃一間 居酒屋 當然他就說 你喝一下我們這邊的 Sake 好正的 我們 我說我要喝當地的那些 可以 沒問題 就介紹了三隻 當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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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籍 有當地的蛋 有些牛肉 也要試試當地的牛肉 你見到這些前菜 是不是都很精緻 這些不是很貴 很高級的地方 大些都很精緻 都是酒 燒那些肉 這裏可以吃那些 那條最有 起多次 是不是叫 是 都算貴 在香港 日本就不 OK的價錢 絕對是 你會覺得是OK的 都挺好吃的 這個是甚麼 這個是要說 我說還有甚麼 你們來到這裏 一定要吃 其他地方未必吃到 他說 紅肉煲 紅肉煲 就是山上 我做了這種動作 甚麼 他說是 紅肉煲 當然不是全部都紅肉 你看到他這塊肉 就是紅肉 他說吃了很保暖 甚麼味道 我印象 他煲到很軟 有些像牛腩 會這樣 會騙你 會騙你 我不知道 但日本人 當然不會騙人 你說去到第二處 不但沒日本 應該有機會 比較微 你看到 我挺喜歡紅肉 那些肥膏 雖然有些紅蘿蔔 雖然有些紅蘿蔔 但你看到那兩塊是肥膏 很棒 保暖 燒些魚 這是它的甜品 它是一朵花 然後給你喝少少東西 吃完之後 拿完口 這個叫做雞燈籠 雞燈籠 當地有些雞 燈籠還是鹹的 這隻 這隻不是蚊 雞燈籠 可能香港有些日式串銷都會做 雞燈籠好像是甚麼 雞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 類似 但又不是雞子 雞春 雞袋 不知道 然後最後也有些紙巾給你抹下手 不收 不收 好 好 好 然後就補充幾張照片 就趕上一次去清心願 雞燈籠 這個批 是雞 6.9 6.9 雞卵子 網友是好東西 雞燈籠 是雞卵子 男人當然吃卵子 是吧 好 補充一點 上次 青芯蘋果 青芯蘋果 很出名 他做的蘋果批 我都買了一些來吃 都非常好吃 真的正 一張可以了 這次日本的東北遊都差不多了 下一節 大家都引頸以待 究竟我們第二回合 做一些 跟美女 我們一班笨男人 他們按男 又做甚麼運動 做甚麼比賽 大家留意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